20年前台中奉原慈激公 举行起安三县清教 地方张灯解采还有盛大法会 20年一次被视为地方重要盛事 今年适逢建庙三百年 庙方扩大举办起安五朝建教 由在地各邻里长帮忙 收取丁口钱每人收五百元 却引发民众之一 是强迫中奖的概念吗 所以他是怎么跟你们说 就是做酒啊 一个人要收多少钱这样 这一次感觉有点贵 之前好像没有那么贵 好像真的两百块 就是领奖当转 然后让你误以为说一定要缴 就是一个人要缴五百块 可能可能会有那么一点点 当地领奖会拿着宣传单 挨家挨户宣传 同时收取丁口钱 丁口钱的由来 早年地方公标举办庆典 会向在地居民收丁口钱 当作经费来源 男性称丁女性称口 若家户州有孕妇 户州宝宝就以丁钱计算 预祝天德南丁 这位庙方也是依照往例 收取丁口钱 却有民众发文质疑 有领奖疑似强迫收费 你如果方便的时候 我们收取带着 你就可以马上夹 这样你就 我不用再订约时间 乍原者大方向就是不强迫 以前也是说收丁口钱 但是也是让人家自由乐捐的 百年大家也要吃七天素 那也是没有强迫性 领奖出去收丁口钱 也是尊重大家的预言 如果你要参与 那有灯彩吗 你要不要挂灯彩 庙方主委亲自出面澄清 强调都是让民众自由乐捐 一人缺五百元 盯口钱就能获得灯彩 绝对没有强迫收费 地方甚至还在筹备阶段 一次因为少数领长传达讯息不清楚 造成民众误会 引发热议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